近日洛杉矶市议会修订了2013年通过的旧计划 通过了未来8年的住房开发蓝图 为到2029年前新建近50万个新住房单元清扫障碍 带您来看报道 根据区域住房需求评估 洛杉矶每年需要新建约5.7万套住房才能满足需求 但2014年以来 洛市每年仅新建约16700套住房 洛市会议主席马丁内斯投票后发表声明说 虽然其他城市拒绝旅行其建设义务 但我们城市抓住机会 这是全国最大胆的住房计划之一 希望不仅能达标还能超越这一挑战 区域住房需求评估是由加州住房与社区开发部门制定的 目的在于确保加州城市和各县在各自的住房要素蓝图中 规划足够的住房 据加州住房评估到2029年 洛市至少需要提供456,643套新住房单元 其中至少184,721套应让低收入家庭能负担得起 也就是说 洛市每年要提供约2.3万套新的平价型住房 但自2014年以来 洛市每年也仅能新建约1650套经济住房 洛市现在将有三年的时间来规定法规 使住房蓝图的计划能生效 新修订的政策将允许洛市重新化区 为三年内建造25万个住房单元扫清道路 然而包括洛杉矶市在内的250个加州城市之前 并不支持这些法案 洛市议会8月18号通过反对SP9和SP10的决议案时 有议员曾表示 两法案旨在破坏对加州多户和单户分区地方控制权 并表示住房危机是我们城市面临的最大和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虽然大多数人认同经济适用房有短缺现象 但未来住房建设经常会遇到别建在我家后院的反对声浪 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问题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